同一株大力局开出红黄白三色花朵 让民众相当惊叹 忍不住拿起手机拍照记录 士林官邸局展今年适逢20周年 公务局公园处特别打造4米高的绿雕蛋糕 以及3米高的地球绿雕等特色花艺 并且精心规划15个展区 让民众感受局展的独特魅力 今年是局展20周年 主题是局要20 那主要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展区里面 会跟生日派对的这样的元素是有相关 比如说你在展区里面会有看到20的 然后也有看到生日炭糕 那整个主题里面有数个展区里面 比如有生日派对啦 那星空派对啦 那很重要的在我们这个 我的左手边这边有一个粉红的这个泡泡派对 那整个的元素里面 大概就是会以生日欢庆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来做这个整个展区的这样子的一个围绕跟创作 那菊花除了是我们的这个一年必要看的这个大粒菊以外 那我们的这个造型菊也是我们的这个特色 比如说我们的造型菊从原来的这个水滴形 现在都已经发展到 比如说你有看到很多的星形啦 菱形啦或者是其他的 那大粒菊除了原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品种以外 那我们也有切花的就说嫁接了应该这样嫁接有一个大粒菊里面也有多色的这个品种 那最主要的也有这个大粒菊区也有转动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粒菊的这个展示 那比较重要的特色是因为20年嘛 所以我们从我们的路口园区开始到这个主轴旋的这个沿路 我们就把过往20年的这样子的不管是海报或是展区的一些经典照 把它这个取决出来 然后融入我们的这个展区的布置 这也是今年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另外在大粒菊的展区 因为大粒菊是我们的主角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录制了这个大粒菊的整个栽培的这个解码的过程 所以在那个我们大粒菊旁边的这样子的一个 也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大粒菊栽培的整个流程的海报 同时我们也录制了整个这个这个影片来看 让大家能够持续的这个观赏这样大粒菊的栽培过程 同时最重要特别的就是它有实体的不同阶段的实体的 在这个大粒菊的阶段的食品会在现场之后同步的展示 从2002年开始的士林关底局展 今年特别规划一局二时回忆长廊 以及局展时光机 带民众回顾精彩的局展20年 并且特别设立大粒菊栽培展示区 让民众深入了解大粒菊的成长过程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菊要二时 那我想局展自从2002年开始举办到现在为止 历经了20年的这个时间 那一直以来每年这个局展都是我们台北市市民 甚至于是台湾各县市的这个民众 每年冬季必来这个参观的一个 必向一个台北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程 那这个多年来呢 就成为我们这个公园处的这一个同仁 多年的努力把我们局展的这个规模 从过去的一个可能只是一个 当初最早只是为了这一个延续这个 这个过去蒋中正总统在的一个祝寿的一个仪式 一个用局的这个意义代表祝寿的这个意义 衍生出来的这个一个展览 那在发展成大粒菊的 多多的这个大粒菊的这个技术 这个我想都是造就了我们这个局展 二十年来成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我想我们非常高兴 这个有机会让这个局展延续的时候 我想他未来还有更多的二十年 需要来这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台北市政府在这一个园艺技术上面 发相关的技术 那也谢谢承蒙这一个 这个我们日本这个利坚市的这边多年的这个协助 还有我们过去还有参与的这一个像 域金向发展都是在这边举行 所以我想 透过这一次我们局展的这一个举办 让大家能够了解我们二十年来 在台北市的园艺发展的相关的一个成就 那最来还是要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 我们也要谢谢我们协办的单位 包括我们洗柳幼化基金会 还有我们七星农业发展基金会 对我们多年来的这个协助 在我们展场的这个技术 还有邀请很多知名的园艺专家 一起来协助我们 办理这一次的这个局展 那我想在这边也能够预祝 这次的局展顺利的成功 也欢迎我们全国的这个民众 都来参加我们局展的这个活动 参观我们局展的活动 那在这个冬季这边 今天的这个我想是个暖冬的时节 特别适合来我们这个士林观里走走 参观一下局展 那相对的也在我们士林这边的 这个商圈的活动一起来 包括我们北溢这边 一起来把我们的这个士林的 这一个商业商圈的活动 借由我们局展的这个一个引路 希望说能够创造更好的一个商机 局展期间也串联周边商圈特约店家 推出特色商品与优惠 像是饭店业者推出局展联名的 双人午茶宴 打造士林赏花平美食的一日游城 我们这次元山饭店的话 配合士林观底局展20周年 特别推出了晨光暖局的英式下午茶 那使用的话是台东的杭菊 以及台湾的纯蜂蜜 还有众多的台湾的在地食材 然后搭配我们的法式的甜点 那再到元山饭店来 可以边欣赏大力菊的同时 然后享用我们的菊花的下午茶 因为这次士林观底首次的局展 首次遗失大力菊到元山饭店来 摆放士林观底的大力菊 士林观底局展将从11月25号 到12月11号登场 邀请民众前来参加秋菊盛事 体验士林观底周边 不一样的吃喝玩乐风情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